今天任何培训会 你所真正学习到的 有可能 他不是在台上的人讲的话 所以保持通脑100%的开通 你将会得到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做的这个行业 你到底了解多少 有多少百分比 是在依赖别人的 要是你真的 能够全部都撑起来 那我恭喜你 你不可能在立位失败了 对不对 在哪一个你需要做决定的时候 那一刻你做一个好人 那一个来断定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每一个时刻你要自行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你要了解自己本身 你要知道自己缺乏的东西什么 直视那个问题 告诉自己本身 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我要成为更好的一个人 站在这边十多个小时 看着你们这样坐在这边听 其实我心有点痛 到底要多支持 多爱戴这家公司 才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需要感谢你们 真的很感恩你们 谢谢 OK 看到这里来 眼睛看到这里来 在我的手这里有一个杯 对不对 这里有接近八百个人 有些人千里看到这里 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这里 学习的 我问你们 你们是否能够更大声地回答 能不能够更大声地回答 能不能够更大声地回答 那么既然能够更大声地回答 为什么不要更大声地回答 既然能够做得更加好 为什么你不要做得更加好 连这个人就是你 其实在过去那么多年来 从小一直到现在 其实每个时刻你都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每个时刻你都可以更加的成功 其实每个时刻你都可以更加的富有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 就像刚才回答一个问题这样 原本你可以回答得更大声的 可是你不要 你懒得回答更大声 你要人家来提醒你 你要人家来告诉你要怎样做 如果可以更加的成功 你就应该更加的成功 对不对 如果可以更加的勇敢 我们就应该更加的勇敢 如果可以更加的有信心 我们就应该更加的有信心 如果三年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为什么要拖到三十年 如果三十五岁之前 你就可以实现理想的话 为什么你要拖到六十五岁 所以接下来 任何一个时刻 当你必须要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给我最大声的回答 可以吗 可以 在我手里有一个杯 对不对 这是一个杯 这个杯你可以选择把它如此地打开 这个杯你可以选择把它如此地打开 不过相反过来 你也可以选择 把这个杯如此地关闭起来 对不对 这是一个杯 今天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的头脑思想 就好像我手中所拿着这个杯 这样 你可以选择把你的头脑思想 如此地打开 你可以选择把你的头脑思想 如此地开放 如果相反过来 你也可以选择 把你的头脑思想 如此地关闭起来 对不对 在接下来的十多个小时的课程里面 要是你选择 要是你选择把你的头脑思想 如此地打开 要是你选择把你的头脑思想 如此地开放 那么更多的知识 更健康的知识 更多的成功原则 更多的人生哲学 将能够关赎给你 要是你选择保持你的头脑 百分之百开通 百分之百的开放 那么更多的知识 更健康的知识 将能够关赎给你 对不对 对 我相反过来 要是你高傲自大 要是你固执己见 以为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 选择把你的头脑思想 如此地关闭起来的话 我要问你们每个人 什么事情会发生 要是你很高傲 你很固执 你认为你什么都会了 把你的头脑思想 如此地关闭起来的话 什么事情会发生 什么事情会发生 要不要知道 什么事情会发生 要不要知道 什么事情会发生 让我告诉你们 每个人什么事情会发生 要是在接下来的 培训会里面 你选择高傲自大 选择固执己见 把你的头脑思想 如此地关闭起来的话 那么 这样的事情将会发生 如此的事情将会发生 绝对的 没有任何新的思想 能够关输给你 绝对的 没有任何健康的东西 可以关输给你 要是你选择 保持头脑如此相当公平 所以参加任何课程 都是一样 你要参加一个课程 你要学习 首先你必须保持头脑 百分之一百的开通 百分之一百的开放 很认真的去投入它 很认真的去参与它 你才可以学习到东西 对不对 因为我要问你 要是你保持头脑 百分之一百的开放 百分之一百的开通 很投入的去参与它的话 我要问你 你会损失什么东西吗 没有 你会损失什么东西吗 没有 你不但不会损失任何东西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你将会满债而归 所以保持头脑 百分之一百的开通 百分之一百的开放 很认真的 很投入的 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培训会 我要重复多一次 保持头脑百分之一百的开通 百分之一百的开放 因为我要问你 要是你很努力地去学习 保持头脑百分之一百的开通 百分之一百的开放的话 这一切的一切 你是为谁而做 你不是为我而做 你不是为别人而做 你为你自己本身而做 所以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不过那些成功人士 那些很成功的人 为什么他们能够成功 就因为他们肯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所以 保持头脑百分之一百的开通 今天 任何培训会 很多时刻 你所真正领悟到的 你所真正学习到的 有可能 他不是在台上 台上的人讲的话 这边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时刻 有可能 你都会领悟到新的东西 你都会得到一个新的能量 所以保持头脑百分之一百的开通 你将会得到很多 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 我刚刚讲了十分钟 从开场到现在 我刚刚讲了十分钟 这是一套 开场白 有没有吓到 这是我们 三天训练课程的里面 其中一段 你看我可以一支部落 把它背出来 有参加三天训练课程的 你举手给我看一看 熟不熟 熟不熟 我可以一支部落的 把它背出来 这是一段看场白 这段看场白 好不好用 你看我马上十分钟 就搞解决了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课程 要我台一个小时的话 那么前面我很紧张 前面我脑袋空空 有可能我有这样一套一套一套的东西 我可以搞定前面十分钟 你在台上十分钟过后 你还会被怕 你不会怕了了 你开始你的脑 你的知识 你所背的东西 或者你所学的东西 就开始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去 很多时候 这些都是赚吃的东西 有些东西你必须要背起来 你就是必须要把它背起来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赚吃的工具 当然刚才那一段开场白 你不要随便乱用 除非 你非常的有信心 接下来你要讲的东西 震撼的 你非常的有信心 你有充足的准备 你才可以用比较强势的方式 让人家吓到 对吗 然后可以保持整场的那种 学习态度很好 保持整场的那种几率很高 不过后面你得要懂得怎样 你必须要有相同震撼的东西 来衬托这样的开场 所以接下来 如果你们所主持的培训会 你有这样的信心 不妨 把我刚才的那一段 就这样背出来 是不是 怎么倒水 怎么盖背 怎么倒 保持整体 还是不要比较 我怕绑一个 然后拿一把切副刀上去 怎么丢瓶 吓死人的 对不对 这样每个人就会 我本来要睡觉的 每个人 态度非常好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很多时候都是谈法 谈法 谈法的设计 所以我们要 在这一行赚吃 一堆多的能力 你一定要有 一堆多的能力 你一定要去苦练 因为这是我们赚吃的 一个 一个 对基本的东西 你要会讲话 是不是 我有很多讨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有时候我们 的比较大会也好 我们的培训会也好 有时候我一开场 我就会可能 讲一句伟人讲的话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在我脑海里 我们都是死背 一句一句的死背出来 就像这一次的 我们的十五周年的 这个 欢庆晚宴 我也是 你们还记得我讲什么吗 我讲什么 对对对 我讲希望的曙光 这篇文章 希望的曙光 这篇文章是讲什么 昨天只不过是一场梦境 而明天只不过是梦想 不过要是我们能够为今天好好的活 那么每个昨天将会是快乐的梦境 而每个明天将会是一切希望的曙光 你看 一直不落 我没有准备了 我完全没有 你看我的纸里面 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不过我就这样 讲出来了 而我不只是这样讲 对不对 我前面后面还有的 对不对 它是整套的 你回去看我们以前 很久以前的 我的表扬大会的分享也好 早期的 我都会分享某一句话的 比如说 英文是这样讲 Knowing others is intelligent Knowing your own self is true wisdom Mastering others is strength Mastering your own self is true power 你听过吗 听了明白吗 中文是这样 它是由老子讲的这句话 它说 知人者智 而知知者明 圣人者有利 而知胜者强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讲下去了 是不是 它又可以连锁反应这样接下去的 比如说刚才希望曙光的话 通常我都会怎样 通常我前面我都会讲 先打开人家的脑 一经在我家讲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培养良好的学习态度 是不是 我们先开场 我现在要先开场 把每一个的学习态度弄好 后面的那些讲师 讲的东西 他们的学习态度至少好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的 讲这个主题的 分享者 就要去思考了 我要怎样把这些人的学习态度弄好 给你们一个例子 刚才我讲到希望的曙光 我回想一下 ok 我说 第一周年 reway了一周年的欢庆晚宴 一周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讲过这样的一段话 还记得吗 我那时应该是这样讲的 对 不是 我的第一场表扬大会 22个人 21个人 当天我讲了这样一句话 允许我15年后再一次的重复这句话给你们 没有啦 那天我是这样讲啦 然后我就说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用英文这样讲的 他说 停一下子 然后 你们听得懂吗 在台湾 他们听不懂 所以中文是这样的 昨天只不会想梦境 而明天只是梦想 不过要是能够为今天好好的活 每个昨天都是快乐的梦境 而每个明天将会是一线希望的曙光 对了 各位朋友 各位兄弟姐妹 昨天毕竟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需要为昨天而烦恼 明天还没有到来 我们不需要为明天而担心 最重要的就是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能够为今天好好的活 要是每个时刻 我们都能够为今天好好的活的话 那么肯定的 每个昨天都是快乐的梦境 而每个明天 将会是一线希望的曙光 对了 在人生过程中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个时刻 把你最好的 把最好的那个你 表现出来 表达出来 在家里 成为一个最好的爸爸 成为一个最好的妈妈 成为最孝顺父母亲的那个孩子 成为一个最照顾兄弟姐妹的兄弟姐妹 在公司 成为那个最好的领导人 成为那个最负责任的下线 在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最好的学生 成为一个最好学的学生 要是你在台上 成为那个最负责任的讲师 成为那个讲得最好的那个讲师 你在企业里面 如果你是个大老板 成为那个最照顾员工的老板 如果你只不过是那个员工 那么成为那个最守纪律的员工 成为那个最负责任的员工 有可能你不是一个老板 你只不过是一个扫地人 It's okay 成为那个 扫得最好的那个扫地人 成为那个最负责任的那个清洁工 有可能你不是一个领导人 你只不过是一个跟从者而已 没关系 成为那个最守纪律的跟从者 成为那个最能够配合的跟从者 有可能你觉得你不是那个大树 你只不过是那个小草 It's okay 成为那个最勇敢的小草 成为那个最有信心的小草 成为那个最轻的小草 要是每个时刻你都能够把自己本身 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表达出来的话 那么应许我再重复 每个昨天将会是快乐的梦境 而每个明天将会是一线希望的曙光 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姐妹 下午好 好 是不是西北山 是不是 你看 这个在我脑海里 一套一套很多 一下子可以 你看 八分钟有过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背的 你一看就知道我在背 是不是 没有 我可以再重复的 一支部落地讲给你听 我第一次背在哪里 在车上 昨天什么 昨天什么 昨天 昨天梦 明天 明天 你看 我们要下苦工 我们要很认真的去学习 把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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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有十套开场的方式 要对你好不好 好 西北山 你不觉得很漂亮吗 对吗 你讲完了过后 哇 里面又有教育 对不对 人家又觉得 哇 你很有墨水 是不是 那好不好 好 不要每次开始 大家好 我不懂我要讲什么 今天我很紧张 哎呀呀 一开始给人家的印象 就不是很 就不好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每次看你们的培训会 老师说 看你们主讲的时候 我每次我都会讲 我very good 对不对 不过真的要来达到我的标准 如果我真的要批评 有没有东西批评 没有 不过我们通常都是讲very good 是不是 因为感伤 确实已经very good 不过今天你们坐在这里的 不是普通人 你们都将要成为真正的讲师 去影响别人 你们就必须要把这些标准弄高 把这些标准弄高 你们发现到 现在什么事 本身什么都不会 你们发现到 你们相不相信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相信 你们相不相信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么谦虚 我再重复 你再仔细地听这一个问题 你相不相信 你什么都不知道 嘴巴讲可以吗 是不是 心里想 怎么可能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跟我们讲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人 他去打劫银行 他去打劫银行 而且他是很光明正道地走进银行 打劫了把钱拿了回家 然后壁路电视 把他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了 他是谁 他长什么样子 清清楚楚 警察一看到那个壁路电视 马上去到他的家 就把他抓起来了 用最短的方式来破案 不过当那个人被抓的时候 他很惊讶 你知道吗 他说为什么你们知道是我呢 然后警察就说 壁路电视这么清楚 对不对 你那明目沾胆的你 他说不可能啊 我查了隐形水啊 然后警察就说 什么隐形水 他说我看那些生活小技巧 小窍门啊 他们讲说 柠檬汁是隐形水 你懂柠檬汁吗 柠檬汁你拿棉签 挣的柠檬汁 你拿纸上写 你是看不到那个字的 不过如果你弄热它 它会被氧化 然后它就会变褐色 它的那个字就出来了 所以他就说 柠檬汁是隐形水 他就把柠檬汁 插在脸上去拿钱 各位你会笑 这是一件真人真事 这是一件真人真事 所以过后就已经大学了两个心理学家 一个叫做David Dunning 一位叫做Justin Kruger 这两个人 就觉得说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蠢的人 对不对啊 可以无知到这种程度 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一方面 开始研究了 结果让他们发现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个人性的现象 他把这个现象叫做达克效应 有没有听过 为什么叫达克 因为他们的姓就是 一个姓打一个姓克 一个叫做Dunning 就是英文是Dunning Kruger effect 什么是Dunning Kruger effect 他基本上要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一个真正无知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这个效应要传达的讯息是这个 一个无知的人 他是不知道他自己本身无知的 他的那个曲线图是这样的 这个Dunning Kruger effect 这边是知识 就是你的知识越多 就越过去那边 这边是自信 你的自信越高 你就上了越高 你看 知识越多 是不是应该提高我们的自信才对 对不对啊 他这个曲线图 应该如果没错 应该是这样的嘛 对不对啊 对吧 你的知识越高 你的自信就越高 同意吗 不过不是这样的 达克效应 发现到原来不是这样子的 他完全颠覆我们以往的想象 他是 人性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非常出名的达克效应 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你知道那一点点的时候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达克效应 当你知道那一点点的时候 你的自信心是爆棚的 你们去到 你们看到有一个巅峰 那个巅叫什么巅的吗 英文叫做 就是愚昧之巅 他以为他知道了 他以为他知道了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社会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只懂那一点点 今天你看社交媒体 你看那些评论 有些人评论到比专家还厉害 有没有看过 他甚至可以讲专家的 他那种自信心爆棚的 有没有看过 其实他真的懂这样多吗 没有的 不是这样的 他的自信心 甚至高过 那一个领域的大师 这个就是人性 人性就是如此 我们再看 所以这个地方叫什么 这个肯定是完全无知 他根本的 连这个事情他都不知道有存在 他灵吗 完全没有这样的自信 完全没有这样的知识 所以他这边是完全无知 这个是愚昧之天 然后当他在继续的 学习它去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 哇 天啊 原来是这么难的 他就来到这个低谷 叫绝望之谷 Valley of Despair 这是真的心理学上的一个 教义来的 不是我发明的 然后最终最后呢 他能够掌握这个知识 这个知识 每一个人 不管你要学习任何东西 你都要经历过的一条路 好 然后这个 它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OK 第一个部分 当我们学习 刚开始学习一点点的时候呢 叫做 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好 这个人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这个阶段就是很无知的时候 好 现在这个社会上 大部分的人 其实包括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的 大部分的人 很多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然后以为自己知道 以为自己很厉害 其实 真正要轮到他做的时候 他不知道 真正要运用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不会 然后他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OK 这是第一个 这也是最惨的时候 尤其是那些人认为 现在什么年代了 对不对 你要知道什么东西 你直接谷歌就有了 你百度就有了 对不对 其实是不对 是很错的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收什么 对不对 你不知道你自己要收什么 你不知道那个关键词 你有可能找到那个答案 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要收什么 对吧 所以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了 他的自信心开始下了 哦 原来我他妈的 什么屁都不会 好 然后第三个阶段 他知道自己知道了 他的自信心开始 起来了 好 到最后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了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知道了 好 所以我刚才第一句话问你们 你们相不相信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们了 我真的告诉你们了 我做直销25年 25年了 做到极致 台上的 台下的 非正式的 正式的 只要跟这个直销有关系到的东西 任何情况的成交法 任何样 任何模样的组织 任何课程 我都以为我知道了 过去的十多天 我突然间发现到我什么屁都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做了25年 我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你们认为你们知道吗 那么应不应该很认真的学习 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知道了 他也认为自己知道了 是不是啊 所以孔子讲什么 几千年前其实已经讲了 不是最近啊 这是最近的事情 几千年前 孔子说 真正的知识 是要知道一个人无知的程度 过了不久 苏格拉底 伟大老师苏格拉底讲 我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把这谁嘛 苏格拉底 他是人类有史以来 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 他讲说 我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是真正有智慧的一句话 那种境界不得了 然后过了几百年 几百年前 又有一个人这样讲 他说无知的人 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 但有能力的人 又会变得谦虚谨慎 所以 无论如何 你去到什么程度都好 你一定要谦虚 你要谨慎 你不要以为 你什么鬼都懂了 因为当你以为 你什么鬼都懂的时候呢 你通好思想就好像这个背 盖住 对不对啊 什么东西都进不来了 你就停止在那边了 然后你就一直在退步 因为整个世界都在进步 而且进步得很快 很恐怖 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对不对啊 所以每个时刻 我们要保持谦虚谨慎 有一句话这样讲 学习如逆水行 说不进则退 你不学习 你不是停止在那里 它是好像在逆水 它水是逆来的 它是要学习如逆水 你在划一个船 在逆水中划 你不是前进 你就是退后 所以说你不学习 你以为 我就停止在那边 OK啊 不是啊 你一直在退后 所以每个时刻 我们不只是在上课 你懂吗 今天你们不只是在上课 听老板讲什么 我就跟讲 不是啊 你们是要来学什么讲的 今天的这个课程 我不会直接这样 喂你啊 我不会的 我会直接给你一个 轮廓而已 框架 让你们自己本身去发挥 里面才会有竞争 对不对啊 要不然每个人讲的一样 谁讲的好 就是要每个人讲的不一样 我们才知道谁讲的好 是不是啊 我们选了一个好的出来 要不然成为那个最好的 要不然成为那个最好的 要不然成为那个冠军 不要的话 这边有个门 你可以出去 这边就是要来成为冠军的 OK 那么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 学习要有学习的步骤 对不对 我曾经听过一个讲师 这样讲 那么他呢 他提议 学习要经过这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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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一起回答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第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第五个步骤 会了没有 会了没有 等一下我考一考你们 我再考一考你们 不用紧 我先一个一个解释先 学习任何东西 你先初步了解 对不对 你先学习那样东西 当你一学到的时候 第二个最重要的东西 你要一直再重复 你要重复 学习任何东西都一样 你要学习弹干琴也好 你要学习打一场课也好 你要学习打篮球也好 就不需要一直重复做 去学习那个东西 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是难的 学习那样东西 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求知欲 求知欲很重要 很感谢老天 让我有这样的性格 求知欲很强 我很想去学东西 我每次把我自己想象成一个海绵 海绵 你丢进水里它会怎样 那种速度 我很想要赶快一次过 跟它吸到 吸到完 很想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我在大学时期就是这样 我在高中时期就是这样 突然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求知欲 你要学习任何东西 首先你必须要有求知欲 你想要 你很想要把它学起来 你想要去掌握它 所以 初步了解过后 你掌握过后 你要重复练习 这是难的 这是难的 今天有很多人学不会某样东西 一个乐器也好 任何东西都好 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做到 简单的东西 重复做 今天你在直销业 也是一样 很多人不能成功 并不是他不厉害 有时很厉害的人来做直销业 不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够简单的东西重复做 他想一步登天 对不对 他想一次过 哇 成交很多了 他不能够这样 一直重复做简单的东西 邀约 他不能够重复这样 一直邀约 一直邀约 做做很单调无谓的事情 去死背那个OPB 单调无谓的 第一次还好 第二次还好 哇 再多几次你想吐啊 对不对啊 你看了 哇 你真的很闷 就好像弹钢琴这样 都知道我会弹钢琴吗 有 有 没事表演的 然后谭钢琴 你懂我没有学过 没有人教过我 谭钢琴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弹 简单的东西重复做 一首歌 还有一段一段的嘛 对不对啊 第一段可能是 左手可能是 这边每一个人都会 再笨 只要你有手 你就会 会不会 然后就重复一百次 再好听那个都难听去 对不对啊 是不是 他没有办法在这边重复到 他不需要思考 重复到我不需要想 就好像我弹一首歌出来 有时我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的手懂他那里 为什么我的手懂他那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他已经进入你的潜意识了 重复到进入潜意识 然后第一段 重复到潜意识的过后 学第二段 可能是这样 那就重复了 三十四个了 很多人三次都不想要 他想跳第三个了 他想直接跳那边了 他不肯在这个地方 这样一直重复 重复到会了 才去下一个地方 他直接是想跳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二十多年 我弹钢琴的时候 朋友在旁边 有多少人跟我讲说 我要像你一样 你可以教我吗 我说很简单吗 简单东西重复做 他说我一定可以的 commit 我就让他坐下来 第一段我跟你讲 谈 谈谈一下 放弃 二十多年来 超过99%的人 是放弃的 我是看在眼里 我还知道 人性原来就是如此 他无法重复做 他无法 就是简单的东西 重复做 他想要一次过 跳很高 ok 所以我说 真正厉害的人 就是能够 简单东西 重复做的人 你们相信吗 就好像 我死背这个 刚才我几个开场 要重复多少次 你说 我在车上 重复多少次 你相信吗 到了 这二十多年来 我要讲就 要讲就 整套就出来了 连想都不用想 我没有想的 刚才我讲的时候 我就这样 就这样讲出来了 你可以想象 要重复多少次 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ok 所以真正厉害 是能够简单东西 重复做的人 ok好了 重复过后 你要开始运用在市场上 运用在实用 实用上 ok 你实用过后 比如说 你打篮球的话 你学篮球 学篮球 到最后 你就是要去比赛 对不对 你要去竞争 你要去实用 它又是另外一种 学习的东西 它又会突破 你的 你的可能 你的原有的境界 就像谭安琴这样 你在家里弹 和在台上表演 给人家听 它是完全两回事 是不是 那个进步 又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进步 所以你要去使用它 使用过后 一段时间 你就会对这个东西 融会贯通 ok 融会贯通了过后 为什么还要再次加强呢 谁可以告诉我 都认识Michael Jordan吗 乔丹 认识吗 认识 他打什么的 乒乓球 篮球 神级人物 对不对 世界级人物 当他成为 那个世界级人物的时候 我要问你 他还有没有念球 他还是在继续念球 对不对 我给你肯定 他每天还在念球 再次加强 对不对 连世界级的人物 他都要再次加强 更何况是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做的这个行业 你到底了解多少 你到底了解多少 你到底有多少百分比 是在依赖别人的 还是自己能够撑起来的 要是你真的 能够全部都撑起来 那我恭喜你 我真的要恭喜你了 你不可能在Revade失败了 对不对啊 因为Revade这样的人也很多 这样子能配合在一起 就不得了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是学习的步骤 所以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第五个步骤 Andy 要不要玩游戏 站起来 面向他们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Andy 我把第一个步骤 你这个我忘记 你在睡觉 第二 第三 喂 你们Sandy说啊 第四 时间不要帮 第五 第一 还没弯 第二 第三 第三 开始应用 第四 第五 第三 第三 开始应用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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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头看 思考一下 想一下 第四 第五 第一 开始 开始 重复了解 very good 给Andy 送一个掌声 very good 你不要看到没读书 你看 重复多几次 刚开始是 对不对 你们都跟他一样的 我跟你讲 坐在那边 这样听可以 不过他一讲出来 一使用的时候 哇 慢慢慢慢到后面的时候 就越来越 熟悉 是不是啊 所以学习的过程就是这样 各位 学任何东西 要把这个背起来 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吧 如果你要学习的 一样东西 你连学习的步骤 都没办法背起来 你怎样去学习任何东西 是不是啊 所以能不能够背起来 所以我实际上都讲 我今天只是放一些slide 给你们看轮廓 想成功的举手表看 有些人不想 翻译翻译的 听不到 还没有翻译到 sorry 他们很想成功 对不对 什么代价都肯付出吗 那么你们读了几本 跟你成功有关的书籍 可以帮助你成功的书籍 有些人 我看书 一看就想睡觉 是不是 我们说先不要讲说读书 我们先不要讲读书 后来我发现到是这样的情况 我家都有很多书 我新加坡家很多书 我基隆坡家很多书 我台湾家很多书 很像很多家一样 很多书 我有没有全部看完呢 还没啦真的是还没 不过我跟你讲 有时候突然间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懂得那些书多重要吗 真的有时候突然间你要讲一个课程 突然间有个组织邀请你去谈两句 对不对 你不要每次讲回以前的东西 对不对 突然间你在想要讲什么的时候 有时候不要回想以前的东西 我就在想我有没有新的东西 转头一看 我很多书在那边 开心吗 所以你要先读书之前 你要有书先 对不对 你至少家里要有书厨 对不对 你连书厨都没有 你的墙子连书厨的那种墙子 一本书都不舍得买 没过来讲我要成功 你觉得那些世界首富有没有读书 有 你懂他们读多少书吗 不得了的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到底欠缺多少 我们欠缺多少 很多 所以我说先不要讲读书了 我知道我跟你们讲读书很多年了 没有人去做 不至少你要有书 对不对 书不要跟人家剪 不是说你来我家 我不要借你书 不是 书不要跟人家剪 谁可以给我 谁可以跟我讲为什么 不要借书 化重点 对 因为书 不只看一次 同样书你在不同阶段看 你得到不同的东西 你们相信吗 你们再回去看我八年前的演讲 你们得到不同的东西 对 真的是这样 因为你们成长了 是不是 每个人在改变着 每天都在改变着 所以书你不只读一次 所以不要借书 然后说 我懂了 我读过了 人家有办法把它写成书 它肯定是有它的厉害的地方 对不对 你厉害你写 是不是 所以 这边有一些书籍 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去买 又不是没钱这边 那输了几十块钱 对不对 去买一些书 放一个美美的corner在家里面 放一些书在那边 感觉比较有智慧的感觉 可以吗 可以 你没读也可以装出来 是不是 人家看到 哇 你有很多书 很有智慧 至少给人家第一个感觉 是这样 对不对 相信我 你会用到的 有时候 我不用你每天都 哇 那边读书很惨 不用 当你需要到的时候 突然间那本书会救到你 你相信我 至少你要那本书的存在 对不对 你看我多 我是多么 没有希望的才会讲这样的话 对吧 突然人家直接去读书的嘛 对不对 我是直接说 哎呀 做一个样子先 一步一步来 立位人真的是头痛 第一个 直较累 这个是我上一次有讲过的 这几个 父爸爸商学院 随着我奶酪 管道的故事 这些 你做直销 你没有看过这些书 哎哟 对吗 不可以的 因为任何一家直销公司的直销商 算是比较成功的那些领导人 都是拿捏得很好的 对他们都了如指掌的 懂谁要给什么书给人家去借礼的 你知道吗 只有立位的没有用 没有用书 直接打 把这儿立位的很好 立位的老板很帅 插到鬼 这样真的是 第二 管理类的 重要吗 重要 你们带团队 里面虽然是在领导 很多时候也有管理的成分 很重的管理成分在内 对不对 所以管理类的一定要读的 至少说你跟那些高级的管理层讲的话 至少说你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对不对 你的语言 你有不同的语言可以跟不同人沟通 这很重要 第三 思维方式的 思考支付 百万富翁的思维密码 我一看我就想读了 百万富翁的思维密码 我就想读了 整天在喊没钱 对不对 叫你成为百万富翁的书你又不看 对吗 想从千中天上掉下来 去改变一下思维 自我提升类 书都不会读你还想成功 哇 不是我讲的啊 第一本书是这样讲的 我这样看啊 大部分我都读过 绝大部分我都读过 营销类 这些我都读过 然后呢 沟通类 你看这些都是指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对吗 营销啊 沟通啊 这些都要读的书 然后心理学类 OK 最后 可有可无啦 古典类 我都有读的 好 我们就少看 有时候这样翻啊 这些书啊 你放在那边久了 你在那边看 突然间你拿出来 突然间你这样翻 你看到一句话 有可能救你一次 你相信吗 所以那个东西要存在 要存在 不要连墙子 OK 哇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 天啊 我都还没开始讲啊 其实我只是讲轮廓而已 才讲第一个主题 我真的完蛋了 这个肯定要到半夜了 还有十二个主题 还有十一个 一下子 一下子而已两点半 跟你们分享一下最近我还学的东西 或者说最近我commit了一样东西 我每次在台上都会commit东西嘛 是不是 不是瘦身啊 就是要健壮啊 这一次啊 我要在未来二十年里面 未来二十年 需要这样长的时间 甚至更长 我的目标是二十年了 所以我非常努力现在 未来二十年里面呢 我要至少会讲三十种语言 现在我在学日语和印尼语 印尼 我知道什么 什么像我当年了 然后我就当我有这样的想法 突然间我 我应该不懂接触到什么 我忘记了 突然间我被记忆发案了 我知道一个人会讲五种语言 哇 很厉害啊 我突然间觉得 哇 我很羡慕他 不懂我看什么戏还是什么 我突然间觉得 哇 如果一个人可以讲多种语言 大概有多好 算算一下 我没有多少时间啊 人生 是不是啊 对 死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死的一个人死 什么都带不走 我知道 不过名声还是会留下来的 对不对啊 精神还是会留下来的 可是你要想留什么样的精神 给人家知道说 哇 这个人真的不得了 这个人 你知道他生前 他做了什么事情吗 对吧 后来我发现到 可是我这样讲 你们还不会被激发 可是我这样讲 你们就会被激发了 学多一种语言 你可以活多五年 有有有 真的 我真的看到这句话 我忘记我在哪里看到 你学多一种语言啊 你可以活长多五年 因为你的脑啊 会转比较快一点 需要一直用脑 很多人死是因为脑先死吧 生锈了 很少用 我不用活到150岁 我给我自己未来20年 20年 20年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是几时我做的决定 上个月 我上个月突然间很决定 然后每天 到现在我每一天都在学 你看啊 当你想学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真的想要去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这种是吸引力法则来的 就有朋友跟你讲说 那个APP很好 那个APP很好 你可以去下载 这个很好 这个方法可以学 这个方法可以学 然后我就下载 最近下载一个APP 这个APP我顺便介绍你们了 这边各国的人都有 对不对啊 你们也应不应该学啊 多掌握一种语言好不好啊 不要讲三十种啦 对不对啊 多一种好不好 好 会讲华语好不好 好 不要在那边 在那边听那个翻译好不好 我都去学你们的语言了咯 对不对啊 迟早来学你们的语言 一个一个是不是啊 免语啊 这种我一定要学的 对吗 所以学中文很好啊 可以多一种语言 人家更尊敬你是不是啊 对 为什么不 不要只是单一语言 格局很小 对不对啊 对 我就下载这样的一个APP 叫做Dualingo 很好 然后给你们看 我那天我就这样 就这种平常每天练习的过程 我就把它录下来 大概有九分钟这样 你们看一下 它大概是怎样的形式 等一下啊 就把它再按多一次 要 它是这样 好像玩游戏这样的吗 好像玩游戏这样 这个是印尼语 印尼语要用英文来学 所以我会英文 所以 这个就是要打字进去咯 我还要想多一下 你看我还要想的 忘记是什么 是吧 我还要喝 这是实际上我在做的 我这样做 这个我还词错 不过他给我对 后来我发现到 他这边写了 我写错 至少我说你很厉害 我至少懂了 所以我学一段时间 所以我有办法这样打 开始不是这样难的 开始的时候很容易的 开始就学一啊二啊那种 很容易的 我这个是学的大概第四 第五 第六天的时候 我喜欢 apple jeruk 我喜欢 这种 是吗 是吗 我们下注写的 我们下注写的 我们下注写了 你 我这个做完印尼了 等一下就说日文的 它是在一个APP里面 你看 连续30天 你们看到 没有停过 每天 它就有很多那种 给你经验 给你什么 好像打游戏这样的 我就换取日文的 你看 日文要用华语 中文来学 所以它就全部换取中文 我学到第八个部分了 它有76个部分 你看 前面很多了 我全部都 看我的日语已经学到什么程度 你不会 你可以去按看看 按它是什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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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小声音 就是他妈妈的意思 弟弟是弟弟 我看得懂呢 这是我做的啊 他们没住在东京 他妈妈在哪里 哼 哼 啊 手勾吗 手勾是那边吗 那里吗 汪桑 汪 哇 汪 哇 汪桑 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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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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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学生 是 玛丽亚女士的弟弟好吗 好吗 玛丽亚女士的弟弟好吗 元気です 好吗 好吗 她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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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学生 他弟弟 他弟弟好吗 他弟弟很好 他是谁 这个我错了 这个我不会 他第一次出来 他是谁 然后过后他会给你 改正的机会 后面他会再出来 他会给你拿答案 然后你就学 就是这样错错错学 让我删这样久 我在那边卡住这样久 他在那边想 何人是他 错 就学咯 下面有的 就要学咯 就记咯 他 比赦 野菜 午前 我发现到我现在会读日本 一言 おかえり おかえりなさい 夏 電話 誰 名前 彼の 妹は 彼の妹妹は 住んで 東京住んでいます 住んで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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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妹 これ は 誰の犬 彼女は 誰の犬 ですが 最後の練習を終了 楽しみに 很像玩游戏,累积经验, 然后排名,我每一次都是第一名的。 我看到别人,哇,很努力, 我就会去超越他, 我每一个星期都是第一名的。 反正都打游戏嘛,对吧? 这边谁打游戏? 不要再讲。 都有打游戏的, 什么游戏都好。 打游戏就每天玩那个zombie的, 吃那个食物的那个。 它是可以,已经不过时多久了, 它还可以重复玩那个。 不如学多一样东西,对不对? 不如我们,这个好像变成游戏这样, 我们这样,每天20分钟,你知道它可以帮助多少吗? 所以我们一直重复,每天有办法做20分钟, 每天有办法做20分钟。 会不会影响到你任何东西? 20分钟? 不会,你大便就大概20分钟了嘛,是不是? 好过在那边刷什么鬼啦,做这个啦,玩那个游戏啦。 它没有什么进步嘛。 现在人家APP已经做到, 把学一样东西当成游戏来学。 是不是? 我们就学啦。 为什么? 因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业态度,对不对? 所以这个主题就大概到这边。 那个slide大概是这样。 我们去外面讲的时候,轮到你讲的时候, 你也是要跟人家讲读书的中央性。 你也是要去思考怎么样开场。 怎么样抓人家的态度。 怎么样保持那个空场。 好,这些都要去思考怎么样开。 OK吗? OK,就第五分钟,翻一个厕所。 好,那再回来。